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兩個案例 那第一個案例就是有關系統圍運者 那你在圍運系統的時候 RPA可以幫你做什麼事情 減輕你哪些loading 那接下來也會介紹 那OpenRPA這樣的軟體 它大概是用什麼操作的介面怎麼使用 那第二個案例呢 第二個案例就結合了我們AI的一個工具 CheckGPT 做一個更大的一個應用 那接下來後面就為各位來做介紹 好那先簡單一下 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 IMA這個經理人 資訊經理人協會 那他成立的時間其實非常久 1982年就成立到現在 那裡面的會員主要就是 我們台灣這邊主要的一些資訊經理人 資訊經理人 那由於我們公司的資訊長在去年接手 理事長之後 那就是要大力推動 大力推動ID相關的產業 然後要增加相關的一個 產官學之間的一個連結 所以說我們從去年接手之後呢 那RPA這個就是一個發展的一個重點的方向 所以我們從去年也開始 下半年就開始研究 RPA這個工具 然後就有一些實際 實作上面的一些應用的案例 跟各位分享 好那接下來 我們請宣禮為各位介紹第一個案例 大家好我是宣禮 那首先呢我想先做一下確認 在場的聽眾 有多少人有用過RPA相關的程式 或者是軟體 OK那看起來有一些可能沒有用過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好了 RPA呢它其實就是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就是一個程式應用自動化的 它可以去模擬我們人 在電腦上的一些操作 那可能有人會想說 那它跟以前大家都用過的 可能有用過的鍵盤滑鼠精靈 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呢RPA它就是 說穿了它其實是一個功能強大的 鍵盤滑鼠精靈 那但是它實際上的功能還是有差異 我們以前用那些鍵盤滑鼠精靈 它大部分都是focus在單一的介面 視窗上面來操作 但是RPA呢它可以做到 复合式的系統中間的操作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不同系統當中的介接 那來輔助我們平常執行一些routine 或者是boring的job 當你執行的作業 可能是一些比較突然性 但是數量又很大 那或者是一些排程 可以排程執行的 都可以透過RPA來執行 那這邊呢我們就可以 我就以一個我們親身碰到的經歷 來做一個demo 有一天呢我的作業系統忽然 發出了那麼多的系統通知信 告訴我我的系統異常 那數量上前鋒 然後通常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進來做一些處理的動作 那原本以人工作業處理的方式呢 我們就是只能到每一封信裡面 你去把它的系統裡面 因為我在裡面有log一些錯誤資訊 要處理的資訊 你只要進去每一封信裡面 把每一封信的資訊先複製出來 然後再把這些信呢 的內容到系統上面去取回一些資料 然後再回寫回資料庫裡面 那一般來講一千多封 如果我手動來做的話 可能要花費我兩天的工作時間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RPA的操作過程 當開始執行我們的腳本之後 他就開始去截取每一封Email的內容 開始讀取Email之後 200 400 600 他就把每一封信的內容都截取出來了 並且先寫入一個檔案 然後自動幫你登入要取回資訊的系統 幫你操作你的功能 填入你要查詢的資料 並且取回要取回的資料 一筆一筆取回來 過了一段時間 這邊可以看到一千一百七十筆結束了 影片是有稍微快一點啦 但是通常我自己這樣下去做 包含我為了這個作業去寫的腳本 腳本大概花了我不到半小時的時間 然後擷取Email大概是五分鐘 那後面查詢的那一塊 因為要考慮到網路的速度 以及他的回復速度 所以約莫是一到兩秒鐘一筆 也就是我這一千多筆查完 大概就是兩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 把兩天的工作時間 蒙縮到半天之內都可以處理 後續還要再寫一個小小程式 把這些資料再重新回寫到資料庫裡面 那大家要看兩天的工作時間 變成不到半天 你就可以把它處理完了 那這個是不是會在大家的工作上 有很大的效益 那到這邊為止 大家也可能會想到說 那是因為我用得很熟了 所以我才可以很快的把這些腳本寫完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demo一個小小的腳本 大家知道 開始每一次開始用一個工具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會先寫一個測試用的腳本 像Java 最常寫的就是Hello World 其他的應用程式也相關 那我們這邊就來示範一下 如何撰寫你的第一個RPA腳本 首先點選左上角 建立一個新的Workform 然後在左方Toolbox搜尋OpenURL 找到後將其拖曳到中間工作區 並點擊GetCurnic 取得目前瀏覽器的設定 這時你在右方屬性區 可以看到設定已經改變 接著一樣在工具區搜尋GetElement 用來取得頁面上的資料 一樣將其拖曳至工作區使用 點選OpenSelecter打開選擇器視窗 再點選左上的Select 就可以點擊頁面上要寫取資料的位置 設定完可回到原本設定的頁面 並點選Highlight加以確認 如果要調整選擇的資料 也可以透過修改XPath設定來達成 最後記得點選OK完成設定 此外因為選擇的是多筆資料 也要修改屬性Match Results 此時再點選Highlight 可以發現已經成功選取所有的焦點新聞 最後再到工具區搜尋LightLine 用它將選渠道的資料輸出在Output區 最後點選功能列上的Play執行 可以在下方的Output區看到焦點新聞已經成功的顯示 這樣你就完成了一個簡單的RPA腳本設計 大家從這個簡短的範例當中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剛剛做的事情 都是像一般執行一般的有UI的介面的應用程式一樣 我透過拖曳的方式 將我們所需要的操作的工作工具 從左邊拖到中間的設計區 拖曳過去之後呢 將我們每一個要設定的步驟 要取資料步驟 稍微做一下參數的設定 右邊這塊就是所謂的參數設定區 每一個元件都會有它相關的參數 然後再把你要的資料 像我這邊是直接輸出在下面的Output區 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相關的 因為它也可以串接一些Office 以及去處理一些文字檔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資料 直接輸出成Excel 以方便後續來應用 那從這個範例當中可以看到 其實我剛剛做的設定其實沒有很多 有需要輸入的 除了這邊的這個 告訴他我要取的資料 我取到的項目的 數值是什麼 item.value 我唯一做過的設定就只有這個 還有把右邊的一個 取的比數增加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取得了我的資料 那平常如果說我們要去取這個資料的話 可能要透過一些撰寫程式的方式 那還要去處理這個頁面的原始檔 resource 那你看有沒有發現 我們透過這些 原件的拖曳 並且做一些參數相關的設定 不需要去寫到應用程式 不需要去寫到程式 就是所謂的no code跟local的部分 那這樣就可以完成了你一個腳本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工具非常的方便來使用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所謂的open source的rpa 因為其實不只我們使用的這套rpa 還有蠻多open source的rpa 在網路上可以搜尋到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擇 介紹這個open sourcerpa 因為大家的作業 其實有時候不是 可能不是說應用在一些比較大型的作業流程上面 你只是要拿來輔助你平常的作業流程 幫你去處理一些routine 或者是boring 甚至是一些expected的job 那如果說我們只是要用在個人的這些作業上面 那我們有必要說我們要去使用一些需要付費的嗎 大家應該也不會想需要這樣 那市面上的這幾套 我們有稍微survey了一下 那目前的話可能比較方便找到就是這五套 task-t,tech-ui,openrpa也就是我們使用的這一套 還有robatic framework跟UI version這幾套 那這邊就稍微來介紹一下 他們的授權呢 這兩套是使用APA7 2.0的授權方式 openrpa是MPL2.0 那robatic framework也是APA7 2.0 UI version是AGPL3.0的一個授權模式 也就是說呢 openrpa如果說你去動到它的所謂的 它原本的修改號原本的程式 你才你就要需要做到把你的應用程式做一個開源的動作 但是一般的話 這一些都是可以商用在商用的 那使用的環境呢 task-t跟openrpa是可以用在Windows上面的 tech-ui跟robatic framework他們是可以跨平台使用 UI version只是要透過瀏覽器來操作 那功能性方面的話其實他們都可以去操作你的瀏覽器 但是task-t跟tech-ui跟openrpa 它除了瀏覽器操作以外 它可以還可以操作 這邊是只有列出Excel 其實他們還可以操作你的所有的Office系統 串接Word Excel 甚至可以執行你的PowerPoint跟Outlook 做一些串聯操作 那都有提供一些基本的OCR文字辨識功能 然後自動化功能的話 它除了這些Office系統 它幾乎是你電腦安裝的Win32的應用程式 它都可以協助你做一些操作 只要你會設定 依照它的你的作業流程 將每一個元件拖曳出來 照著你的設計的步驟這樣去執行 幾乎都可以完成 那觸發器呢 robotic framework跟UI version 就需要人工去執行 但是另外這三套呢 它都可以去做一些時間排程 或是hard key 或是用request來啟動 那時間排程呢 openrpa甚至你就可以用 所謂的Windows的自動排程 去幫你定時 來做處理一些作業程序 像有的可能需要半夜 起來作業 那有的可能是 甚至說你只是想說 叫他在你中午出去用餐的時候 叫他幫你做一些事情 那你就電腦開著 時間排程射號 他就會自動幫你去執行 那這邊各套的優點呢 其實他們的功能都蠻多的 那相對應的呢 TaskT功能很多 操作容易 而且是屬於local的部分 較少的程式撰寫 可視化操作 但是相對應的 他們其實學習資源也都比較少 而且因為只有Windows介面 所以他們有跨平台 那TagUI呢 他可以使用母語開發 然後他有跨平台 而且學習資源蠻多的 而且可以在 空上面來使用 但是 重點就在這邊了 你需要去學會 TagUI的language 也就是你要再另外去學一套 他撰寫使用的方式 那OpenRBA呢 其實主要為什麼我們會推薦他 其實他就是一個可視化圖型的介面 你可以透過拖曳的方式 就可以很簡單的來設計你的 作業流程 完成你的腳本 而且支援多種程式語言 還有支援C-sharp PowerShare 還有Python 也可以使用 操作AutoHack Key 來控制你的鍵盤跟滑速 它的操作容易 而且也是屬於Local的部分 就是你不用寫太多的程式 就可以來使用 而且 這邊有個持續更新 這五套 RPA的軟體呢 TaskT 他最後一次更新 是在2020年的應該是 7 6月還是7月 那TagUI呢 是到2022年的5月 還有再更新 那OpenRPA跟RoboticFamework呢 是到持續還有再更新的 就是這兩套 RoboticFamework 好像7月初還有更新一版出來 那OpenRPA呢 也是在7月初的時候 還有再做一個更新 那UIVersion呢 他也是到2022 好像是2020吧 也就是說 這1、2跟第5套 他們現在都沒有 作者可能都沒有再持續更新的 相對應的來講 這一些 RPA的軟體 他其實 學習的資源都蠻少 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啦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主要來推薦一種 看看有沒有辦法希望 吸引到更多人來使用 大家在互相腦力激盪下 然後就可以來做一個 持續的應用 而且他們都是OpenSource的軟體 也可以透過大家使用 有意願的也可以 可能可以開發出一些元件 然後來提供大家服務 適用 那接下來就由Jacky來 繼續為你們介紹 好 那我們謝謝宣禮 剛剛說明的這一個 有關RPA的一個應用 那我們在職場上啊 有時候會聽到老闆會說 你做事不用腦子 對 RPA其實做事不用腦子 那我們想辦法讓他長腦子 他是不是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 更符合我們 希望他能夠協助我們做的事情 所以說 這時候 結合了AI工具 那其實現在有個新的名詞啊 RPA AI 就是加了AI的一個工具 讓他把腦子長出來 那我們看看 長出腦子之後的RPA 可以幫我們做哪些事情 那我們就直接以這個 人才招募案例 我們一般 人工招募作業 你將要招募的需求 提給人資單位 那人資單位可能就上到 人力銀行 依據你的條件去幫你找 找到之後呢 符合你需求的人才 之後呢 然後就丟給用人單位 用人單位 就會一個一個去約來面試 一般人工作業是這樣 那 RPA可以幫你做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RPA都幫我們做掉 那從這個案例裡面來看 你只要將你的需求條件 例如 學歷 經歷 需要什麼特殊的技能 專長 然後呢 居住地 年齡 性別等等 這些設定條件 只要提供給 RPA之後 那RPA就會依據你的要求 到人力銀行 一筆一筆幫你找出來 而且呢 會將每一筆 因為裡面有牽涉個資的部分 我們就馬賽克喔 就是說 它個資裡面的所有的資訊 都幫你收集複製到Excel檔案裡面來 所以你剛剛看到這個整個畫面 都是RPA自動幫你做了 那你會想說 那這沒什麼啊 這個人工也可以做啊 那還沒有用到腦子啊 對 目前這個步驟還沒有用到腦子 那只是說 依據我們希望 招募的人才的條件 幫你從人力銀行 一筆一筆幫你把資料Copy出來 收集 這個動作最主要是做履歷的收集 那收集完之後呢 接下來 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就會 跟腦子有關了喔 這個動作 我們呢 應該要下一個 那 這時候 你拿到資料之後 一般來講 就會丟給用人單位 欸 越來面試了 那用人單位 如果是技術單位用人呢 他可能會 針對他的技術能力專長 做一些考核 那如果是行政人員的話呢 他可能就是 看看他的星座八字 跟你合不合 那 那如果是 要找另一半的 可能就要 就要 看有沒有緣分 那 基本上 用人單位拿到這些資訊之後 就會開始挑 那 這時候呢 RPA可以幫你做什麼 RPA 拿到這些收集的資料之後 會自動幫你 依據他的學經歷 幫你列出問卷 因為他參與某個專案 但是他參與這個專案裡面 主要是負責什麼 工作 那Chair GPT 很聰明喔 他看完這些學經歷之後 會自動幫你列出問題 你從問題裡面 可以去做一些 人格特質的分析 所以說 這邊呢 用 Chair GPT 會幫你擬出 線上的提問 而且會自動 幫你發出 線上問卷的一個邀請函 請應徵者呢 上來填寫 而且信件會自動幫你送出去 所以說 這個部分呢 都是由 RPA加Chair GPT 來幫你完成的 這邊就可以看到 他會自動幫你生問題 然後呢 會自動幫你寄送 那個相關的網址會幫你 留下來 然後呢 會幫你寄送 寄送這個信件給應徵者 請應徵者 依據網址回來 回填這些問卷 這個部分就是 RPA加Chair GPT 幫你做的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個 邀請信 然後下面有連結 點了之後 回來做問卷的填寫 好 好 好 那如果用戶 那個應徵者回來 填寫完之後呢 那 RPA 跟Chair GPT還可以幫你做什麼 既然填了 我們就可以 根據他填的內容 來做分析 所以說 當應徵者填完這些內容之後 那 RPA 就可以幫你 將這些問題收回來 收回來 再丟給Chair GPT這邊 來做問題的分析 那分析完之後就會打分數 他其實很聰明 會根據這個 應徵者填寫的內容去分析說 他主動學習的能力怎麼強 強不強 有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後另外呢 他對於團隊協作 的態度是怎麼樣 而且會列出分數出來 那這些評分完的結果呢 就可以送交給HR或者是用人單位 這邊來做評估 所以這整個RPA加Chair GPT的流程 主要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 其實就是他的分析的結果 好 那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 還沒有 好 好 那既然分析完了 後續還會做什麼 可能HR會做一些reference check 寄一些reference check的信件 然後接下來呢 還會 要實體面試的時間 而且會自動幫你去挑 你的會議時間 跟你的outlook串結 去挑你 去比喻那個面談面試官的時間 會議時間 然後另外呢 如果這個人確定要用之後 新人報到通知信也可以幫你發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從HR從收到需求單位的用人需求之後 他可以一路幫你做做 做到終點 發 新人報到通知信 其實 RPA加TrangeUD就可以幫你做這些事情 好 那這時候 就玩個遊戲喔 不是玩個遊戲 把那個手機準備好 這個有獎品 好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協會 在今年3月成立一個社群 那你可以掃這個QR Code 加入這個社群 那我們提供這個社群呢 就是要推廣我們剛剛講的 齁 那幾個案例齁 所提到的 就是說 欸我們 提供一個平台 讓大家在上面可以學習 可以做一些經驗分享 齁 有關RPA 或者是 加上TrangeUD之後的RPAI 齁 上面的一些經驗的一個分享 另外我們上面會辦活動 齁 你可以參與相關的活動 齁 持續的學習 另外呢 可以將這一些對RPA 這種自動化流程有興趣的人 大家串聯起來 齁 那其實這就是 我們在推廣RPA 還有成立這個社群的一個 主要目的 嗯 好 那 好 那接下來剛好剩三分鐘齁 我們來看看現場有沒有 呃有問題要提問的 然後 那個 如果有少這個QR Code 參加這個社群的 我們這邊有準備一些禮物啊 什麼蹊蹺板啊 還有這個樂高 玩偶 齁 因為我們的社群其實 就是一個樂高玩偶 很可愛 齁 那 歡迎大家就是掃碼加入 對 那看看有沒有什麼 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 需要提出來 齁 大家一起討論的 就是我看到 裡面的那個表格 裡面有提到說 它有公主資源公主 那 它是怎樣 喔 對對對 因為 我們知道齁 舉個例子齁 就是說我們在RPA 因為它要模擬人操作嘛 那 像我們人去登錄一些網站的話 其實它有一些會 防機器人 齁 所以說它會設計有一些那種 圖形驗證嘛 那這時候 OCR就很好用 因為 它那個圖形你需要去 讓它能夠轉成文字 你才有辦法去輸入 通過那一關檢核 所以說 在OpenRPA裡面 為什麼大部分 都有提供OCR的工具齁 其實 大部分主要是用在這個地方啊 就是說 一些防機器人登錄的網站 它有一些圖形驗證嘛 透過OCR這樣的一個工具 其實就可以解決 對對對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應用範圍 但是 我們實際實作上 我們實際有用到 就是在 這種防機器人爬往的這些網頁 登錄的時候 對對對 嗯 是 是 請說 是 是是是 謝謝 剛才提到的 那個學習資訊 怎麼會知道從哪邊 開始去 入手比較好 我們就是 過去的經驗的話 我們 推薦 有 我們接下來規劃呢 我們 每個月會舉辦那個 定期的這種 所謂的教育訓練 其實我們有 將 OpenRPA的課程喔 其實我們在我們公司內部 已經辦了好幾場了 大概一個八小時的課程 那 這個課程裡面就是教你 怎麼下載怎麼安裝 到什麼操作應用 然後 甚至會分享幾個案例 所以說 即使你是一個小白 就是對RPA不是熟悉的人 因為他也不太需要寫程式 就是 你只要會用套裝軟體的這種概念 來學習就可以 對對對 那我們 目前規劃就是 之後會有 定期的這樣的一個 教育訓練的活動 那 教育訓練的一些資訊 像我們有 教育訓練的錄影啊 這些資訊 那我們也會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你也可以自學 自學 點下去 影片 都會教你 就是 一樣這八小時的課程 我們也都有影片會放上來 在這個網站裡面 那 自學也可以 參加活動也可以 或參加我們辦的教育訓練 都可以 都可以來學習 有關OPPA的使用 嗯 好 謝謝 這位先 是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倒是比較好 因為 我們到 我們真的還是希望他不要太固定 就是說 其實勸GPT 他在回應 根據 他的回應其實 很多部分是根據你的 提示語 你的Prompt裡面 提示 你要他擔任的角色 你希望他回答 或希望他幫你協助處理的問題 有所不同 所以說我們自己有試過啦 就是說 你可能下不同的提示語 他回來的內容其實 深度差很多 對不對 那這部分 你可能就要慢慢去調整自己 提示語的使用方式 你如果希望他給的比較深入的話 那你的提示語 可能在角色扮演 角色的設定上 你就要給他比較明確的 角色扮演的一個定位 那這時候他回覆的內容 就會比較貼近你期望 你預期能夠拿到的一個答案 這樣子 對 好 這邊謝謝 喔 不好意思 剛剛這位比較先 對 後續有問題 其實到這邊提問 我們都會回答 好 不好意思 就是他會在下面211 對 211 今天在211到4點 我們都在211 我想請問一下 在RPA之前 你們使用了什麼樣的 自動化的軟體 來處理類似發明 或是臨時的問題 那你們在使用先前的 這個技術軟體的時候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才決定要改用RPA 其實就是因為剛剛 之前都沒有使用類似的軟體 所以在 像說這些比較大量的 像說上千封 因為其實這些作業 他的操作過程 其實都不複雜 應該就是說 照著一定的流程做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他耗時很久 你看看 你一封封複製出來 一折一折去查詢 這個都是花費你時間的問題 那也是剛好這一次 就是我們碰到RPA 運用這個 其實我一開始還沒有想到要用 只不過那天真的是 看到那麼多 所以就是 一時間就想要花時間去處理 那我乾脆就是直接 拉出來現場應用 就直接來處理 結果後來發現 他真的可以省很多時間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還有蠻多 應該就是說 所謂的他應用性比較好的 就是在一些 沒有不用什麼條件 不用你大腦去想的作業流程當中 他可以大量 因為你只要一定的條件 都設定好之後 他幾乎是用不會出錯的方式 在幫你執行 一筆也是跑 一千筆也是跑 對 可以節省比較多的時間 增進你的工作效益 謝謝 對 剛提問的 對 我們有送的 好 謝謝各位今天參與 就是第一場這裡的議程 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一樣就可以找那個 INA的粉絲專業 然後最後一次就到我們探位 那我們再次給兩位獎主 掌聲 有少法加入的 或都可以來拿這個熱膏 其實今天參加都可以來拿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樓下 他特意他會也有 歡迎大家就是 對 來瞭解一下我們的這個 如果還有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到我們的餐位上來 就問 有少一張 你等一下再一張強的要 再入場 這邊也鼓方 人家就是今天的供給 也有放在我們的那個公網 搜尋公農議程上面 然後如果大家有任何筆記 也有東西就能支援 謝謝大家 請問他 這就是會很動的 我今天會追問到他們 我決定要掌聲 這樣會還要掌聲 快出掌聲 這樣會好 不好意思 好了 你沒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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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默默 你就默默 就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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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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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那個自己傳接筒 對 他有太子 不好意思 我來看我這邊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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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太快 謝謝他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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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hearted 我這邊的 shields 拿步 8分 謝謝 我轉amp 利用食證 牛 Você 用味道 邊 水 水 最能買到一些圖 intranskin Alo 好不好 ame-1-4 手 sagt 啊 emob 我要寫成寫潮 也是可以 可是我寫潮是觸發 我怕別做完事情都在回潮 去給我寫 你要清智商 把你抬起來 對對對 我給你按照這邊可以寫 沒關係 謝謝謝謝 你要看一下檔案嗎 在這邊 好謝謝 直接幫我們刪掉就可以了 好謝謝你 謝謝謝謝 在這裡 在這裡 畫出來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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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大家對網頁框架開發架構 MVC有熟悉的話 就是Model View跟Controller嘛 那ORM是介於資料庫與Model之間的溝通的一個工具 然後ORM本身是用物件導向的概念來去做操作 所以會讓開發者更直覺也更簡便的 可以對資料庫做讀取資料 好 那Python的話主要大部分人都是用左邊那個SQL Archimi的套件 做ORM的開發這樣子 那可是今天要介紹的是Flex SQL Archimi 那為什麼會選這個原因是因為 呃 因為我們本身是用Flex做開發 那Flex SQL Archimi呢 他把 他也是用SQL Archimi做為base 只是他 在他本身的網頁框架之上 做了一些優化 讓SQL Archimi呢 可以更有效率的在 Flex網頁框架上做運行 當然有優點又有缺點啦 缺點是 你必須把這個Flex的Server啟動 他才能使用這個套件 好 這邊做一個簡單的demo 剛剛有提到說 呃 ORM它是一個 物件關聯式 它是一個 物件導向嘛 所以它是用class 來定義說 它對應到的table是哪一個 那class的名稱呢 代表就是那個table的名稱 裡面每一個屬性 對應到的都是table裡面的column 包括說它的type 還有它的特殊 特殊型態 像是parmikey這些都要定義清楚 那才能直接對那個table做操作 所以它的一個table大概會長得像這樣 然後對應到的ORM的 物件導向型態會像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db的話要長得一模一樣 包括id啊 name gender 這些 然後還有裡面的型態 都要定義清楚 才能直接對這個db做操作 好還有各種型態 還有左邊還有就是create 好 反正它都是一樣的 對跟我這邊定義的都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才能透過這個物件 對資料庫做操作 好再來是user 就是flex的api 那首先第一個介紹的話是get 我們可以透過剛剛建立的那個物件 去取得資料庫裡面的roll 像是以這個為例的話我們可以 對它就是建立好這個物件 那filter的話可以 就是它可以透過filter的方式 去篩選出我們要的那個值 譬如說以這個為例 它是模糊搜尋說name 就是它在入參數的name 所有符合這個條件都會被我們搜出來 那它的語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剛剛說到的那個物件的名稱 然後透過curate的方式做啟動 然後用all的方式取得全部 那它取得裡面屬性的內容 它裡面資料庫裡面欄位的值 也非常容易 因為它是一個物件嘛 所以它用點的方式 點屬性名稱 就可以拿到裡面的值 所以有看到說像user.id 就可以取到table裡面column id裡面的值 那接下來是create的部分 create的話就更單純了 因為它是一個物件 所以你只要把它裡面屬性的key跟value值 填完填滿 之後透過它這個db 那這個db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sequel Archimi 它本身的那個套件 初始化之後的變數 然後透過session的方式 add 把它add進去之後 做一個commit 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它就可以把資料存進去 那這個的話是 篩選出id的部分 這其實跟剛剛get全部是一樣的 只是它filter篩選出id 然後first是取唯一的值 然後取值的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跟剛剛一樣 是點那個屬性的名稱 那這個是update update也是一樣的 就是前面 前面都是長得差不多 都是那個物件的名稱 然後filter出你要的 你要的欄位 之後點update 來去做更新 那那個kwrgs呢 裡面就放key跟values做對應 一樣是用屬性的方式 有做改變的話 它就會直接做自動更新 最後再用db session commit的方式 來做確認 然後它就可以成功更新 好 最後一個的話是delete 那delete跟update其實也是一樣 前面都是長得一樣 都是filter出你要的條件 那update的話是點update嘛 delete的話也很直覺 就是點delete 刪除之後一樣 用db session commit的方式做確認 它都可以做刪除 好 那我們就直接啟動 好 目前已經把這個server啟動起來 那右邊這是一個openapi 反正它就是一個測試的工具 好 我們先用get 來測試說剛剛的orm是不是可行 好 可以看到是空的 原因是因為現在資料庫是沒有資料的 所以空的是正常 那接下來我們insert一筆資料 然後用post的方式insert 在它的各個屬性 像是name account password之類的 填寫我要的資訊 然後gender也是 然後我們做執行 可以看到成功 那成功的話 我們回到剛剛的get 來去看說 實際上是有把那筆資料insert進去 好 是有的 等於說我們的create跟我們getall的orm語法是可行的 然後這是驗證說它的模糊搜尋是不是可以操作 剛剛oh是模糊搜尋嘛 所以john應該會被搜尋出來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不符合條件的 所以應該是沒有搜尋出來才對 好 接下來是更新 那更新的話 剛剛那筆的id是2 所以我們就filter出id是2的那筆資料 然後把裡面的紙做修改 把它全部改成johnedit 所有的紙都改成johnedit 之後去做執行 執行的話也是成功 那我們就用上面那一個 filter出那個id的資料 來去做判斷說剛剛那個更新有沒有成功 可以看到說它取得值的內部的屬性跟值都被改變了 所以patch也是成功的 最後是做刪除 好 刪除也是success 那我們一樣 我們用get的方式來驗證說 剛剛那筆資料是不是有正常的被刪除 好 所以是空值了 所以可以確認說剛剛的delete也是成功的 好 那orm的demo簡單到這邊 那我做一個success的總結 所以orm呢 它是透過一個class 一個物件 來去對應到你要操作的那個table 那table的名稱就必須是那個物件的名稱 那你的那個物件每一個裡面的屬性 屬性的名字 對應到就是column 這個table裡面每一個column 然後它的type啊 然後它的特殊的定義啊 或它的長度都要寫清楚 你才能直接對那個table進行操作 那它的orm的criod語法也很直覺 可能就是用update啊這代表更新 delete的話這代表刪除 然後filter的話就是表示 你要filter出你要的raw 你要的欄位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再來說一下orm的優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增加簡化性 因為我們把一個非常複雜的sql語法 簡化成跟你開發語言一樣的orm 它可以增加你的可讀性 也可以降低錯誤 我們可以直接拿下一個做比對 假設說一般來講 下面那個圖是一般sql語法應該會長的樣子 假設說今天你要針對一個叫deployment table name 去filter出它的uid 然後用匯名的方式做排列 用sql語法的話可能要很長 像是下面這樣這一坨 可是如果orm的話 就是只要短短兩行 就可以達成你要的條件 好 然後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orm跟db公通最終還是用sql語法做公通嘛 所以orm的套件其實是把我們orm 這邊所用的orm語句 轉換成下面sql的語句 最後透過這個sql語句跟db做溝通 所以orm的套件會自動幫我們把我們orm的語句 轉換成sql的語句 那這個就帶出它的第二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是它的安全性提升 可以以防防止sql injection的攻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都幫我們定義好了 我們只要放出我們自己要編輯的變數 像是說以這個為例 我們今天要filter出user這個table 然後email符合我們條件的 它已經定義輕盈的說我們的變數只有email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它實際上能填入的地方只有這個 那這樣就可以防止hiker可能想要寫一些惡意程式 它在這邊是起不了什麼太大的作用的 所以orm這個套件 它是可以防止sql injection的攻擊 然後第三個的話 我個人覺得蠻不錯的 可是應該比較少人會發現的一個優點 就是它泛用性很廣 假設你今天專案開發到一半 那你想說你要換db好了 那正常來講的話 你一定會去改寫程式 原因是因為就算是不同的db 假設從postsql換成mysql好了 那它的雖然都是sql語法 可是內部還是有些許的不同 你勢必是要改程式 但是如果你用orm的話 就是你不需要改寫任何的程式 你唯一需要改動的話 就是只有我要對應的data base的URL 那如果是postsql改成mysql 就是把這後面換成mysql 然後對應到你要的ipport 這樣而已 好 那來說一下orm的缺點 缺點的話第一個很明顯 就是它的效能不佳 因為它多一道程序 多把程式語言轉換成sql的過程 但所以它版本更新這個已經逐漸改善了 然後再來就是學音期間高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太大的缺點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本身就已經懂sql語法的話 你導入orm其實是非常快 因為它相對直覺 也很好去理解 它實際上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最後一個是複雜查詢 orm可能對一些複雜查詢 相對的不友善 那我個人orm的應用情境是 巨大多數專案都可以順利導入 而且它的力大為弊 就像它可以防止sql injection的攻擊 而且最後你的專案只 如果導入orm 你的專案只要 就是 只要去圍運一套你的程式語言 不需要同時圍運sql 又要圍運你自己本身的開發程式語言 這非常的方便 那弊端呢 我覺得有些缺點甚至可以直接忽略 還有它的效能也是逐步來更新 所以這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orm導入我們專案 其實我們有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說到最後一個缺點 複雜的table關聯架構 互相做join 可能讓程式變得太過複雜 那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你的table有很多 foreign key 那今天要互相join起來的時候 你的語法會變得就是 沒有那麼容易可讀 而且會不好維護 當然這個解決的方法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你把它選擇一個function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的話 這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專案 如果今天我們CMath這個object 那很常被用到的話 我們就選擇一個function 用大家去call 那就不會一直要重顯 orm複雜語法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已經被解決了 好 然後再來是Olympic的部分 那Olympic的話 它就是一個資料庫的板控工具 也是一個python的一個套件 然後呢 它是用SQL Alchemy當作Base Engine 簡單來講 它是透過orm來做操作 然後它非常的輕量 能輕易的做到資料庫的搬移 而且 應該除了Jungle之外 絕大多數的網頁框架 應該沒有內建 就是migration的資料板控工具 那所以大多數人 python開發網頁應該都是 以Olympic為主 都是用這個套件做開發 好 接下來是一個簡單的demo 那這個專案跟剛剛上一個demo的專案其實是長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這邊已經有定義好說 它連接到的database URL是哪一個 然後這邊的model.py跟剛剛上一個demo寫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要用ORM的方式定義好說 我這個table它的名稱是什麼 下面有哪些column 那因為我還沒有做啟動嘛 所以正常來講 這個database 它是空的 它沒有任何table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沒有任何table的 好 再跳回來 好 那我們這時候做一個簡單的啟動 我們透過 OlympicRM 就是init的方式 其實它跟get有點像 就是你要用init init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 一個資料夾 叫做Olympic 那第一個裡面呢 有一個versions versions都是紀錄 只要我今天做一個column的動作 它會把紀錄的檔案 放在這個versions的資料夾底下 那emv呢 就是它的環境變數 像是說 我們要對它 對比對的那個model 的那個python檔是哪一個 你必須告訴它 就是剛剛提到說 Olympics它是ORM做base 所以我們要告訴它說 我們的ORM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這邊去input它的db 然後這要改成它要 它自己要的格式 就是meta data 好 那這個db呢 就可以等一下看到 這個db呢 其實就是sequel Alchemy 就像剛剛講到的 Olympic它是以sequel Alchemy 就是ORM做的base 所以要告訴它說 那個base在哪裡 那remi也沒什麼好說的 這個secretpy macro 這蠻有趣的 就是任何versions裡面的檔案 都是透過這個檔案 所產生的 那等一下實際上 會讓大家看到 好 然後再來是 Olympic RMI 這個就是Olympic它本分的config檔 就是做各種設定的地方 那我們需要調整的話 其實只有sequel Alchemy的URL 我們把這個URL寫的 就是跟 實際上app.py裡面的 是一樣的 對 把這個貼上 告訴它說 我們要操作的db是哪一個 好 所以各種設定檔啊 還有環境變數 我們都已經填完了 這時候我們都可以下commit 我們透過這個檔案 把user這個table建立出來 其實這個revision auto-generate-m 真的很像 git commit-m 這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它-m後面的內容 的那個詳細描述 它會變成就是它的檔名 下 下完之後 它就會依據 這個model檔去跟table比對 看看說有什麼不同 不同的地方它就會生成這個檔案 生成這個檔案 然後這個檔案的生成其實是基於script py.micro所產出來的 其實定義很清楚 包括說upgrade啊 dumbgrade啊 還有它現在這個版本 它自己會給它一個版本 這個版本是什麼 好 那裡面這些語法其實都是透過orm寫出來的 大家也可以有發現它都是orm的語法 好 還有它downgrade的話會做什麼事情 upgrade會做什麼事情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直接對db做操作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寫一個commit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做到upgrade的動作 好這時候我們再直接到db那邊去看 可以發現說它幫我們應該會把兩個table建出來 第一個的話是它內建的olympic version 它會告訴你說你現在的version是在哪一個 會不會看到說這個version裡面的編號 會跟實際上我們檔案產出來的那個編號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建立的那個user table 裡面的包括屬性啊它的名字啊 還有它的長度之類的特性 都會跟我們剛才那個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今天如果我們後悔了 我們後悔了說我不要這個版本 我想要退一版 那也很簡單做一個downgrade的動作 它就會退到前一版 那退前一版呢 我們refresh一下 就會發現說user剛剛那個table不見了 但是authentic version這個table還在 但裡面的值呢 裡面的值會變成空值 原因是因為這個版本的上一個版本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這個會變一個空值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另外一個指令 叫做olympic history 去看到說這個的版本歷程是什麼 所以我們剛剛從沒有東西 然後變成建立一個create user table出來 然後給它一個編號 然後跟我們現在的頭在哪裡 它都會描寫得很清楚 就可以透過這個指令 看它的版本歷程 好 那olympic的demo大概到這邊 那我就快速總結一下 olympic它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所以olympic呢 它就是一個資料庫的板空工具 它透過ORM的語句 來去對資料庫做操作 那你可以把你的差異化進行紀錄 然後紀錄起來的每個版本 你可以自由地做upgrade 做downgrade的工作 你可以透過.history的方式 來看你所有的版本歷程 好 下一頁 那olympic的應用情境呢 我個人認為是中大型的團隊 並且你有定期的版本釋出 而且資料庫快速迭代的需求 是非常建議導入的 那可是如果你是個人團隊 可能就看你依據個人需求 有沒有需要導入 像是說你的專案有沒有要日後 有沒有要擴增啊 或是你認為你現代database的管理工具 是不是有點沒有邏輯 那如果覺得說 希望有一個有邏輯的方式的話 還是推薦olympic做導入的 好 那 來分享一下我們olympic導入 我們專案之後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 可以發現說它其實跟commit一樣嘛 每次有個差異我們做commit 那commit之後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版本 那正常來講一個專案可能會有幾百個 幾千個commit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那olympic也是一樣 隨著就是版本數量越來越多 它的紀錄版本也會越來越長 那等於說你要圍運的那些項目也會越來越多 然後更何況是如果今天你灌新系統的時候 你透過這專案灌新系統 那olympic的version就要走過所有的版本 會造成它第一次跑過的時候時間過久 然後效率不佳的問題 好這就是我們專案之前還沒有做調整的時候 結果發現其實蠻多的 那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只是一小部分 那解決方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設定一個中繼點 然後中繼點之後就要把它縮成一個版 好這文字看起來很複雜 我們直接看圖 首先呢正常情況下的olympic是逐步更新的 比如說你1現在到19版 如果是新客戶的話 就是從1慢慢更新更新更新到第19版 那如果你是可能第5版的客戶 還是一樣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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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19版 好那今天我們把第10版當作一個中繼版本 然後把1到10版壓縮成一個版本 等於說今天新用戶來的話 它只要從第一版直接到第10版 然後再把後面的東西走完 可以減省新用戶的安裝時間 那我們自己在圍運呢 也可以去減少那個版本 那個versions裡面底下的版本數 那原本可能有19個 現在只要圍運10個就好 可是19用戶的話沒有辦法 它還是要強制它 假設因為我們把1到10版做壓縮嘛 那如果是在4版的用戶的話 你還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更新 它到第10 之後才能往下更新 那我個人建議是可以周期性的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以10版作為一個單位 那可能現在到第19版嘛 所以到達你們那個團隊的limit 之後你可以設定19為一個新的中期版本 然後把它做壓縮 做壓縮 然後一路再往下 變成是一個周期性的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結語 今天介紹的這兩個套件喔 包括ORM還有Olympic 它非常適用在 如果你們團隊是民潔式開發 而且有快速迭代需求的話 應該可以幫助你們滿大的 因為它不管是對資料庫的重構 或是對陳木拉的改寫 應該都可以提升你們專案開發的時間 你可以增加你的管理效率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兩個不錯的套件可以分享給大家 然後還有我們內部的一些解決 遇到的問題 還有解決方式也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是reference 左邊這個是我今天demo用的專案 其實是同一個 右邊這個是比較深入的 想看一下就是Olympic或ORM比較深入的用法 可以看一下我們iDevOps本身的開人專案 那這專案也有種趣 它是一個CICD的專案 你可以自己把專案放上去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跑CICD 你可以幫你把整個實證環境build起來 那也建議大家去參考一下 去問我們看 好 那我的部分大概到這邊 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 我們回到 看一下直接跳到 有沒有圖 欸 等我一下喔 好 我這裡有點 簡單來講 它不是會產生一個versions嗎 那 有時候其實 你們只是針對一個table 做一些簡單的 新增一個column 或是刪除一個column的動作 那其實很多時候 只是對那個table做一個新增 新增刪減 其實可以把這些新增刪減 合併起來 把它放成一個檔案 可是這要驗證過 驗證過說你這樣做是可行的 那才會沒有問題 或是說就是 你也可以 譬如說 你今天只是單純建立一個table出來 後續做新增修改 新增修改 那其實根本不用那麼多 你直接在新增table的時候 就把後續的東西全部寫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合併成一個版本 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 角度去做壓縮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還有問題嗎 嘿 它內部會做掉 簡單來講就是 剛好在EMV那個py檔 有看到說 我們會告訴他說 我們要比較的檔案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剛剛告訴他說 是model.py這個檔案 那它會經由這個model.py這個檔案 去對你現在的table 實際上的table 它會找說有沒有任何自己的差異 它內部會做掉 看看有沒有任何的差異 有差異的話 它會把它生成一個新的檔案 那新的檔案就是你剛剛所說的DIF 那我們會針對那個DIF 做upgrade跟upgrade的動作 對 還有問題嗎 好 請 請問一下 就是說 這個 剛剛提到說 這個 版本這個 會是用這種 信用物料去 重販這樣 對 它是什麼樣的傾銷 價錢都沒有 是沒有經驗 對於是說 為什麼會有 這個 是沒有完整版的 這樣 呃 因為就像 譬如說你今天安裝Windows好了 應該不是每個人都想要 直接更新到最新版吧 這一樣道理 可能有些客戶他覺得 譬如說現在1到10版 他覺得5版的內容就已經很共用了 他就不打算更新了 所以就一直卡在5版 那可是其實我們自己內部開發 一定要10版啊 11版15版 之類的 所以才會有不同客戶 在不同版本的情況下 這樣 對 嗯哼 嗯哼 呃 schema 可能會些許不同 所以才要做這個 版本的控管這樣子 對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還是 大概了解 好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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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欸 可能有點困難 我們一定要人工去看 才可以做壓縮這樣子 嗯 你希望Olympic之後可以做更新啊 他可以做 自己去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還有其他人 嗨 嘿 可是Git沒辦法做到版本的 那個資料庫版本的控管啊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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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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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是不太建議啦 原因是因為 因為DB其實只有一個 基本上啦 就是你們其實在專案做操作的話 其實 對應到的測試DB應該只有同一個 那可是你們個人 Local專案其實有很多個 所以假設今天 好 你對這個DB做操作 可是 Git做改動了 可是忘記跟別人講 其他人還沒有破下來 那這時候如果 其他人開發到一半發現說 欸怎麼壞掉了 可是也不會知道原因是什麼 所以還是比較推薦用就是 用這個方式去做管理 更何況如果我們有定期釋出的話 定期釋出的話 就更需要做這樣的管理 以防說可能這個版本壞掉的話 我們不知道說要退位哪一個版本才是對的 對還是會比較建議用 Olympic這個套件來做板控 好 怎麼樣裝 好 我們有一個light版 不好意思 我沒有聽聽 喔就是那個 你剛才有兩個比較空 大大 那一個專案 大概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專案 好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開發的專案 它就是一個 IiDevOps的管理平台 它是一個多專案的管理平台 那你可以把自己的專案放在上面 然後放在上面之後 它可以做commit 然後會自己幫你串4來4滴 是一個很簡單一個 就是大家如果如果出一圈的話 就是它直接很單純的 就是把它上門上去之後 它就只能幫你做一些治安的掃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測試 那所以它現在剛剛介紹 其實是這樣子的 然後它還有方法說 就是你不要說沒有 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我們安裝到不同地方 然後需要做什麼 地理要回覆等等 因為我們必須一直在跑 我們功能一直在跑 所以我可能今天我只有安裝地 只是它跑到地有滿地在跑 我要不要回頭 我看我自己 我up隊的時候也要 突破到地震裡面 然後是讓我的地理要會上去 好 好 好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我再問答這個 可以啊 可以啊 如果這樣做 我先配到第一版 然後再把後面的版本 斷掉 然後這樣它可以產生起 第十版 然後你一個人的版本 它會也斷掉 可能是因為你 比如說你現在是在第十版 對 然後你回到這個第一版 對 然後你到第十版 壓縮成一個版本 對 那它不會知道你下一個版本是什麼 對 所以它已經快回來了 就跟Dip一樣 Dip 比如說你今天 你一到十好了 你到第五了 然後你把一到五 定成一個版本 對 可是你沒告訴它 下一個點 它會弄你 它會弄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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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們再次掌聲謝謝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麻煩到會場外面再詢問講者 那會後有任何東西嗎 可以可以 我可以可以提供我的Gmail 好 然後易珊也會提供Gmail 然後提供給大家 然後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再聯繫易珊 你主要再供 沒關係很安心 那還是你的頭 如果有興趣的話 他是我的朋友 所以他就不用他知道了 可以啊當然沒問題啊 那我們去外面掌聲 可以啊當然沒問題啊 那我們去外面掌聲 我們去外面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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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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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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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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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謝謝 好 好 我來問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對 因為這 自己這樣 就 消解 嗯 我在家就 設定 我就 嗯? 我在家就 設定 我不設定 輸出 喔 OK 嗯 好 嗯 那下子 拿來也好 下來 只有 找到 做 還 Corn 可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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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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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舖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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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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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有共笔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继续准备 两分钟后我开场 谢谢 谢谢 大家好,我是现场议程的主持人 然后在这边的话跟大家补充说明 就是在Code上的议程里头 我们都会有放我们的共笔连结 然后我们是用HackMD去做共笔的 然后大家也都可以进入这个连结 来进入我们做共笔的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笔记都可以更新在上面 然后再来一分钟之后就会换一个 来 我们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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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回到就是我们综合一成鬼 然后今天是我们这一个上午场的第三场分享 那现在的话我们邀请到的事情是 就是Magnon的DevWord控制台 在开启之前 我现在在是我自己 我是Ben 我是从上岗来的一个开研的开发者 我现在是在台湾工作的 我做的研解里面 我觉得最出名的大概就是 封锁内容冷藏的这个空的套件 还有一个叫做Dueless的空套件 这个套件 这个套件最高的用户人数是230万 但现在还没了 我还拿过一个叫QTChampion的挑战 这个是给QT社群 给一些开发者的一个奖利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谈着谈着 这位中创的人 决心例子吧 很多年前就在日本有个电视的节目 是谈尽字的 我这里面去先做什么呢 我只是排队卖个电脑了 没有出什么特别的事情 苹果月报 一生就没了 他说我两个医院的声门 那关我什么事了 我只是跟他们同样搬飞机 我不知为什么会关我事了 这个很奇怪 还有就是 嘿 你是Foodstack的Dewerper 那么你要做Dewerper 喂喂喂 这个这个这个真的有点问题 为什么我开发者要去找Dewerper 我要去找营运 这个不同的事情吧 大概是 不是吧 我觉得 很多时候当我说Dewerper的时候 它的目的是很多的practice 帮你把开发者跟营运的距离 耐尽一点 但现实是什么呢 有一边的工作人大富的增加 而我就是那个大富增加的人了 我真的是很不高兴 有些人会说 喂你有文件的话你就能做吧 Department跟营运的东西不是按照流程去做吗 首先 文件就是一个大问题啦 你有文件 就算你有文件 也有些个大问题 主要例子就是 很多时候我写文档会炸定 看的人会懂一些智能 但是你不一定会有的 好像是我们公司的人都是用Mac跟Linux的人 但是我们有些康复是用Windows的 他们不懂用Terminal的东西 会有这个机会 经常发生 我们文档写了其他他们说 我不懂用啊 那没办法哦 我们也不懂用Windows啊 其实是 还有经常会说 这个step 你看哪个其他地方吧 喂没写啊 那边不是写这个东西的 好不好 还有就是他给一个指令给你 那个指令有个编书 编书哪里找啊 自己去找吧 然后找个老板店 才找到那个编书是什么样子 这是文档的问题 还有就是文档是什么时候写啊 做完所有事情以后才做的吗 文档是最后最后做的事情吗 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从你记忆里面 copy出来的 然后那个东西 不好意思都是错的 很多时候我也是 最想发生的是什么 文档是你不叫我做 为什么要做文档呢 然后那个文档写出来以后 它就很快就out day了 很多内容是不对了 然后你找你老板店才说 不好意思啊 忘记了改啊 不好意思啊 对 对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跟我说 对 我耐尽开发节跟影运的距离 我觉得 我比较需要的事情是 把文档跟现实的距离耐尽一点 怎么办呢 哦 这是个理想 我想做一个事情 我想要一个文档 那个文档是一个 好像是wiki的东西 我可以用帘子 去找到下一步的东西 为什么要出发 然后最后一个事情就是 在文档里面 如果有请示 要指令的话 我点字 我就可以提醒这个东西 那就很酷了 还有就是 它可以帮我管理这个完整的变数 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用找半天 去找那个变数出来 最后还是要把门控制啦 我还要点 感觉是 那么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个事情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会有一个营运的wiki 还有一个营运的搜查 One book 这个东西 然后它 因为它能做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一个控制台 但是跟我们平常说的 控制台的概念不太一样 为什么 真有那么好的东西吗 还真是有的 就是这个叫Jupyta的东西 Jupyta它是一个浏览器算 跑的一个圆检 它可以做文检 偏情跟直行 三个东西都放在一起的 平常都是Machine Learning 跟AR结块的人 他们用最多是结块的东西 但其他方面 它还是 它也能用的 好像是学士 还有我现在说的Devlog 这些东西 你可以看 现在这个是Jupyta的截图 这个截图是真的它介面 上面的利用是那个 这个 这个 跑不去了 就是它的 用抹单写的东西 上面是 中间是Python的代码 就是 我写了一个东西 它会显示一个button 然后点字以后 它就会打印这个hello hello出来 这个是指寸的区域 这个是编程的区域 它除了可以写Python以外 其他语言也自网 考上是Salescript 因为我们做Devlog的时候 写一本最多用的语言 就是Salescript Python也会用一点 但是Salescript 是最多的 它也自网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它储存的着式 是JSOP 就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楼井 我刚才写的东西 都在这里显示 所以你可以放在版本控制里面 但是 它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你看到右边 它有一个execution card 还有一个model ID的东西 这两块东西 你每一次执行的话 它会改变 好像是execution card 你每跑一次 它就扎衣上去 还有那个model ID也会改变 这块就是 对版本控制来上 是不太有限 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还是能处理 麻烦一点还是可以 我先做个demo给你们看一看 这是我做的 得到 不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意思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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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一個顏色的東西 這個顏色的代碼可以從這裡 可以從這個網 左邊的這個網址找到 但是這個代碼控制的 不太好 不好意思 這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之後再給你們吧 因為就是拿個大小控制設定的問題 好 現在這個是Jupyter的demo Jupyter裡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就是遠走的是Jupyter Lookbook 還有Google它有自己的collapse的動作 我現在跑的這個是Jupyter Lab 它在本地區跑的話 它是跑得比較好的動作 因為它的樣子就算一個IDE的樣子 就做到的事情比較多 現在這個是一個WithMe 這是說明怎麼設定這個動作 然後我就可以開這個動作 這裡有兩個輪路 一個是Jingle的CMS 還有一個就是OneBook的動作 我當時有一個營運的搜查 我點字以後就點字第一個動作 所以你就會說明就是 這個OneBook做的事情是什麼動作 它在本地裡面就跑一個Jingle CMS 它在渣扣是這樣子的 在這個demo裡面 我在Docker Compose有兩個動作 一個是Jingle CMS 還有一個PGC Code 我就用這個OneBook來控制這個動作 所以你利用其實是一個markdown來的 我點字以後你就會看到那個代碼 我設計的OneBook 通常第一個就是WithMe 然後這是一個叫Pset的動作 我點字 第一塊 這裡還是markdown 上面就是 這個是一個 這個配方 就是要做setting的動作 每次它會自己去跑的 因為我設定有Auto One這個動作 每次它會自己去跑做這個設定的事情 通常你在你的環境裡面都會有這個Dewirement UAT跟Production不同的環境 你要確定你要管理的是哪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 只是Simulation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沒有意義的就這塊 它就只是做個事情 它顯示一個UI經驗 就是選擇你是什麼環境 現在叫Development Environment 然後叫Chain 它就會 產生一個叫Covid.environment的檔案 它是放在這裡的 就是一些設定的東西 現在設了什麼環境 還有密碼那些東西 因為是本質的關係 這些密碼都沒有關係的基本上是 然後supon要設定這個環境 我們就可以 可以點進去 順便就是Python 這代碼主要是UI的東西 然後我就要啟動這個動作 然後再點這個one 然後它就排一下 基本設定database的動作 已經做好了 然後下一步我要建立一個super user 首先我要收入它的密碼 我就排這個情勢 它就給我打密碼 密碼就隨便就好了 本質的東西 好 然後它就跟我說 已經save了一個admin.pass的檔案裡面 下一步 跟著是直接收入這個密碼 然後我要建立這個super user 在這裡 再排一個雜本 然後我點字 排之前它有確定 我是不是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要再點字一次 喔 U3LAN 不是 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已經設定了這個U3LAN 所以它現在就說不行 然後再啟動所有的動作吧 然後再啟動所有的動作吧 好 看看啟動了什麼動作 我啟動了這個CMS的資料庫 好 這是這個web的介面 好 然後它就跟我說 好 好 所有的動作已經設定好了 我可以點字這個連字 去到那個網站 這個時候是這個網站 我已經登月了 我已經是 登月了一次 所以它 就不用再登月了 我忘記了 呃 這個事情 我剛才 好 呃 這是基本的設定 下一步就是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管理一個Kubernetes Caster類型的話 你還需要做一個Login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 你的Login就不太一樣 我只是 呃 Dell用一個函數 幫我拿這個Section ID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Python的應用 點字 好 它就可以拿到一個Login的Section ID 我就可以 然後我自己有個API 去管理一些事情 好像這個是 呃 把所有的U3 找出來的一個找本 好 它找到了 我現在就只有一個用戶 叫Admin的東西 這你可以加什麼東西 就看你們 呃 自己的需要 這是如果 呃 還有就是 呃 你說這是Database塊 Database塊 Database塊 就看你什麼 呃 最簡單的事情就是 呃 我現在看有什麼Database table 我照跑這個東西 就可以看到 現在有什麼Database table了 呃 我當然這樣不行的 我還是要讓 跑我們自己確定的SQL 所以你有這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呃 先開一個UI 哎呀 打錯了 就打開一個UI 這裡就會讓我收入一個SQL statement 隨便打就可以了 然後上一個sell 就是在執行這個SQL 我現在可以看到我現在的系統裡面只有一個用戶 我剛才的SQL就是說 呃 幫我把所有的User找出來 但是我的系統裡面現在只有一個的User 所以這個這個 啊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把兩個step放進一起 這個是Mef2的方法 嗯 執行 呃 現在 點字這個confirm 他在跑所有的治療庫的治療出來 還可以跑我剛才說的那個SQL 我們有答錯吧 嗯 答錯了 真的 答錯 他就跑出來了 兩個方法的差別只是 呃 你把所有東西寫進去 還是分開不同的step來做 呃 因為如果你把所有的step放出來 放在同一個地方去做的話 他代碼就會比較複雜 你看到一個sell裡面的代碼是比較複雜 但是啊 啊 之前的那個方法他就 代碼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看你覺得你想設定一個 怎麼樣的介面給用戶去使用 最終的事情就是 你做JIP台的 呃 介面控制台的概念 其實跟你Iman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是把門檔跟這個輸入 跟輸入可以分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麼你設定 你做這個UI的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做得很簡單 你不用做得太複雜 也可以做得到 好 好就是demo就是怎樣的 還有一個是keen up的 啊我忘記了說一個事情 還有就是 呃 剛才說因為我的local demo 和裝的事情不多 但是我自己在公司裡面 我的onebook還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用用法好像是 diagnostic的東西 deployment的東西 雖然很多時候 deployment都是自動的 但又是靠負他們 討厭自動的deployment 他要我們確定 約定一個時間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要deployment的onebook 呃 還有migration的東西 對這個 這個migration的onebook 一般來說只是用一次 但是我們可以留下來 給其他同事去參考 怎麼做這個migration的事情 還有精神 嗯每年又做一次都是SSL certification 的更新 這個東西 還有是migration的東西都會做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掩飾了 這裡就 呃 來到這裡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想問呢大家 好 沒有的話我就說其他事情 呃 做這個onebook的話 我有些建議 第一個事情 你一定要放在版本控制裡面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通過這個pull request 去管理這個修改 也可以防止有錯誤的修改 每一次修改的時候 你有個review的process 你可以看 改了什麼東西 然後 呃 呃 有沒有不小心拿到一些重要的資料 因為你用google.com的話 有些時候 有人真的會不小心改掉你的內容 你就很難找出來 但是pull request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就是我剛才說過就是 參數的所有跟執行 分成不同的sales 進行的話 你的代碼會很簡單 呃 然後的事情就是 在gpeter裡面 python跟python的variable 是同一個member space 所以他們可以拿到不同sales的內容 但如果你要把python的內容 丟到找本裡面執行的話 你最後還是用完整編數 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去管理這個事情 呃 你可能會問 拿這個onebook方在哪裡呢 呃 在devon裡面 有一個叫做githoff的做法 他建議的事情就是 你的應用分成兩個 追上兩個不同的版本控制 一個是左邊這個application的repository 這是你的主要的代碼 還有一個放完整的repository 這裡放什麼 放參數 設定 穩檔 這些東西 每一次改變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build pipeline 把你這個放到inmate的repository 就是這個docker的inmate 然後你當你要deploy的時候 這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就deploy的時候 從這裡去拿這個參數 你就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個事情就是 你不會想所有的管理者 去拿到些department的資訊 因為太多人知道的話 這個事情其實是不好的 我們想控制 不是只有管理的人 才做這個事情 還有一個事情 在githoff裡面 它有個概念 叫做secret account 它做什麼呢 它會跟你說 你可以把密碼 API key 這些秘密的東西 放在版本控制裡面 但是你要先加密 因為你要加密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 誰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不小心你的代碼 掉到外面去 但是你沒有你的pivot key的話 其實它要拿不到那個資訊 為什麼這樣做呢 你可以做到一個叫single swap of trust 我打錯就single swap true 不是trust 不然是那個時候 昨天才做到 我之前做到一個單一的資訊的來源 因為我們評審做department的時候 很經常就是 穩檔放其他地方 設定另一個地方 密碼又放另一個地方 我們放很多不同的地方 十分鐘 好 這塊不太好 這個很麻煩 如果你是放到同一個地方的話 它就比較簡單很多 做這塊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第一個是static chain的東西 就是stack outflow 背後的公司 它有個叫backbox 這塊管理pgp 還有就是 某些哪有個叫sops的東西 要可以做這個事情 但是做這些東西 有些困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你要學習Jupiter 在Jupiter裡面 它有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 拍一張在拼函數 有時是能用 有時是不能用的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我現在不說這個事情 還有就是single swap 真的很難使 很難的這個東西 你說簡單的東西可以 但是複雜的時候就很麻煩 舉個例子 這個是我靠回那個網絡 在這個網絡裡面 我要從這個vpn 連著一個sh的host 再跑cubin的指令 連著裡面一個pob 我才可以跑single的指令 我要tel很多次的東西 在type 說雜本的話 我們這樣子 這個叫heat.的東西 把所有東西都放到一個地方去 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用這個東西的話 salesgroup就很麻煩 你要怎麼 double code跟single code 兩邊交框去使用 才可以resource這個web 要不然就拿這個basslab 現在自己就用一個basslab 但是你的找本複雜的話 四個到八個也有機會發生 就特別困難 還有就是 Kubernetes是不能用heat.的 Kubernetes的指令 Docker都不可以 但PG需求可以 所以寫起來就很奇怪 不同地方要用不同的語法 但是真的要自己去寫嗎 我們現在有XGPD 是什麼我不用說了 但我們不研究怎麼寫這個 用來寫代碼 但是我們知道一個事情就是 其實XGPD寫一個代碼 不能寫太複雜 它只能做一點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的one book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很多 但是每一個不會太長 他們的dependency很低 我只要寫例子 因為時間不夠了 這個是很簡單的碰 就是跟他說 我要寫一個salescript 然後做什麼什麼事情的東西 就掉出來 然後他就寫給我 看起來是挺不錯的 我寫一次他就已經做到我想要的事情了 那麼再來複雜一點的東西 剛才寫的那個UI 可以嗎 我想他寫一個程式 寫IPI widget IPI widget是Jupyter裡面圖庫的Library 然後我想他寫的是這個UI 一跟二三都是 最特別是這個UI 剛才我說過 太坊的PIN有時是能用 有時是不能用的 那怎麼折去呢 就跟他說 在下面 在一個display area 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那就行了 這個sales就算出來了 不好意思 但是他經常會發瘋的 他突然間在跟我說 你要怎麼做 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好不好 直接給我吧 但是他寫錯了 結局他寫錯了 結局什麼來的 為什麼是Value加進去 好了 那麼你可以跟他說 你直接丟了個A和其他就可以了 他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他一定是down upset 然後跟你說 我用append standard output的一個函數 他是對的 他是對的 但是 他做出來沒有用 對 他可以不用 結局是對的 結局 只是方法不一樣 所以平常我們說就是 你用XGPT還是要debug了 你還是要快速再debug 所以有一個好一點方法就是 你不要把所有的要求一次過吉他 你讓他step by step 他能跑以後 你再給不同的要求吉他 好像這個是我再要他改的東西 另外一個好方法就是 你把完成以後的程式造吉他 讓他幫你改這個程式 你的碰就很簡單 剛才就說 只是我把歌詞的程式丟給他 再麻煩你幫我改這個 sickle statement 出來的結果是挺好的 還有他說 他用了這個東西 他會跟你說 其實他把headot的結果 放在這個邊數裡面 他會做這個演示給我看 這樣子的話就很簡單 我現在做這些oneboard的東西 我大部分都是丟給XGPT 我自己都不思考怎麼出生 因為就比較快一點 但是他是有些缺點的 他是 好五分鐘 謝謝 第一個事情就是 他跑board的應用 他只能跑一個 結局設在Azure裡面 跟他說把我的IP放進那個 widelist裡面 讓我可以進去那個網路 結局要跑五分鐘 評審都要跑五分鐘 那麼 如果他只跑一個的話 我就死掉了 其他東西我不能做了 你可以跑oneboard的方法 oneboard就可以一次跑很多的應用 但他有個問題 你不能停止 你很難去停止一個oneboard的程式 因為他在背景裡面去跑 那麼你要怎麼做呢 用reset kernel這個動作 把所有的程序殺掉 經常都要這樣子 這個不太好的一個地方 Kernel是用來跑不同語言 就要無話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有這個事情 要特別特別特別的小心的就是 他有一個叫one all的指令 你看看右邊 你不小心跑one all 你就死定了 你沒有寫 你沒有寫 你沒有寫